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曹彪点兵五万 直奔汉阳而来 因国泰为官清政 深得百姓爱戴 他得知马州领兵来取汉阳 便带兵五万 提刀上马迎出城去 承上军民准备好挥平活奴 防备攻城 因国泰催马来到镇前 道 来江通明 马州孝道 我乃马州 因国泰首执马州道 你是大唐的文武状元 为何占山为王 今日又为何来娶我汉阳 马州孝道 因将军 您是忠臣之后 为何要保无道的武则天 我在山上保的是幼主礼旦 共图灭五星堂大业 望将军和我共辅幼主 才能对其前朝父老 马州一席话说得英国泰雅口无言 这时李诞也从山上赶来 杜回把如何救李诞出宫的事 向英国泰细讲了一遍 英国泰假清 柳德听罢如梦方行 急忙翻身下马 跪倒在地向李诞请罪 李诞下马亲自把他们扶起 安慰了一番 英国泰把李诞迎进汉阳城 李诞颁发安民告示 正是树起灭武兴堂 除霸安良 汉阳小主瑞宗皇帝的大旗 李诞刚树起大旗 五三司就率兵来攻打汉阳 敖战一个多月 五三司大败而归 一路上烧杀抢掠 这下交通要到通州城的百姓 遭了殃 李诞非常担扰 住在通州城的胡凤娇母女 便命往软 曹彪化妆去通州 接胡凤娇母女来汉阳居住 王亲曹彪来到通州 只见全城都是瓦砾废墟 很多穷人无家可归 找到胡发的家 只见房屋虽在 却空无一人 王亲曹彪找到一些人打听 仿知胡凤娇母女受了马迪的欺误 现已到灵州催宅居住 王亲曹彪回到汉阳 把寻找胡凤娇母女的经过向李诞讲了一遍 李诞听罢 提哭不止 马周等人在一旁解劝 也无济于事 从此 李诞茶饭揽餐 申婉兰虽也想方设法 要博得李诞一笑 李诞总是依然如故 一天 马周得知三骑王李诚业率兵攻打汉阳 便来禀报李诞 马周见李诞 无心理政 便证言道 殿下为什么要这样儿女情长 谁家没有妻事 如果都要像殿下一样 我们怎么能灭五星堂 成其大业 一席话提醒李诞 盲命马周绿兵出战 李诚业是建成元吉之后 是武则天的心腹 他手持一口大刀 并有一个万剑火轮牌 十分厉害 李诞业领兵五万 来到汉阳城下讨战 马周带众兵将冲出城来 问道 来者可是李诞业 李诞业道 正是 你可是马周 马周答道 正是 李诞业道 马周 你谣言获重 兴君造反 今天碰到本王 还不下马服罪 马周笑道 李诚业 我辅高宗之子李诞殿下 何为谣言获重 兴君造反 武士登急杀 李姓亲王三百多家 为何没杀你呢 你自主之仇不报 反而屈身乱国之父 还有何面目做人 李诚业恼羞成怒 拍马抡刀 直劈马周 马周举刀相迎 俩人站在一处 三个回合过后 马周一刀罢 李诚业的头盔削掉 李诚业大惊 派马逃回本镇 马周紧追不放 李诚业跑到自己的镇前 高叫快放万剑火轮牌 只见从一个大木轮里射出无数小剑 马周无法抵挡 只得退回本镇 布下兵足 伤亡甚重 马周爱兵如子 立即下令高悬免战牌 探子回报 李诚业所致万剑火轮牌 乃一个大木轮 木轮上有许多小眼 眼后藏剑万只 木轮一脚万剑发出 马周苦想破万剑火轮牌之计 李诚业召集重臣 共一破万剑火轮牌之策 李贵道 此物乃木头所致 只有陶人的女娲 玄冥静可破 玄冥静是聚光之物 赎火 只要对准万剑火轮牌 此牌必然 李贼必破 马周道 陶人是武士手下之人 岂能借敬于我 李贵道 我兄曾与陶人同窗 现已去世 但陶人的女儿 曾与我兄之子李国祥定亲 可找一人冒充国祥前去相亲 何愁宝静不到手 众人认为这是个好办法 但谁冒充李国祥呢 李贵道 殿下与国样的相貌酷似 马周盲说 这使不得太危险 李诞说 未破万剑火轮牌 甘愿担些风险 李贵向马周解释道 陶人家在相周 离此甚远 与幼主素不相识 他又是一个文官 我们处处小心不会出事 马周才点头同意 马周让王阮 曹彪改办成家人 李诞改办成如生模样 和李贵乘马下山 向相周而去 陶人得知李贵代之而李国祥 前来完婚非常高兴 忙迎了出来 命人设宴 为他父子洗尘 全府上下忙得不可开交 唯独沦为丫环的凤交线 改名凤奴 坐在自己房中 赶绣战袍 选即日凉晨 李诞和陶力荣 拜堂完婚 全府古月喧天 热闹非凡 李诞和陶力荣 入了洞房 李诞合一而卧 陶力荣很是不悦 三天后 李贵假意向陶人夫妇说 要到外地做生意 向陶人告辞 暗地里又嘱咐李诞 不要贪恋烟儿新婚 早日把玄明镜搞到手 说罢绕道直奔汉阳儿去 李诞和陶力荣 成亲后 每天晚上总是合一而睡 陶力荣心里好不烦躁 便把此事悄悄告诉徐妈 徐妈也觉奇怪 一天 徐母问李诞 为什么每夜要合一而睡 李诞谎道 我小时曾得过一场重病 说病好后到太安山详乡 此愿未还 不敢防事 徐妈听罢 感到新姑爷 是位诚实的证人君子 一天 李诞听说府上 有个丫鬟叫凤奴 真显活极好 出于好奇 便信不朝丫鬟房走来 众丫鬟见新姑爷来到 纷纷向他请安 李诞向丫鬟们打听 那个绣得好花的丫鬟在哪里 丫鬟们告诉他 凤奴正在房中绣战袍 李诞走进房中 见有一个丫鬟正聚精会神的绣战袍 李诞走到近前一看 这哪里是什么凤奴 而正是自己日思夜想的爱妻胡风娇 李诞想 凤娇不是在灵州崔宅吗 为什么跑到这里 又为什么改名凤奴呢 李诞猛然想起 自己左手长半块朱砂制 凤娇右手长半块朱砂制 便伸出左手假意 揪起战袍看 胡凤娇正一心一意的绣衣服 胡见一个男人大手伸了过来 定情一看 手掌上掌有半块朱砂制 抬头一看 正是自己的丈夫进兴 李诞怕胡凤娇说露了嘴 误了大事 忙说 这屋太热太热 匆匆退出屋去 李诞走后 凤娇心乱如麻 他想 他明明是进兴 又有意让我看朱砂制 可为什么又改名李国祥和陶小姐完婚呢 又为什么急匆匆的走了呢 胡凤娇百思不得其解 这一天 李诞也是坐卧不宁 到了晚上 陶立荣早起睡 李诞告诉他头痛 要到外边走走 李诞心烦意乱的走到后花园来 忽然听见有人哭泣 借着月光看去 见有一妇人坐在石凳上掩面而哭 李诞忙问 是谁 这妇人正是胡逢娇 原来他这一夜也是辗转反侧 不能入睡 便悄悄起来走到后花园 以便消散一下苦闷的心情 他听见有人问话 便站了起来 见假山后走出一个人来 胡凤娇看清来者正是晋星 便问道 你可是晋星 正是 李诞答道 胡凤娇问 那你为什么又叫李国祥呢 李诞便把自己的一切 原原本本的告诉了他 胡凤娇一听自己的晋星 原来是汉阳小主李诞 大吃一惊 接着胡凤娇把自己的千般苦楚 哭诉给李诞 说吧 俩人抱头痛哭 李诞告诉胡凤娇 千万不要对任何人录一点风声 否则俩人都难活命 不觉三更已过 俩人柔情千种难分难舍 李诞回到房中 陶立荣早急憨然入睡 又过数天 牡丹盛开 陶人夫妇邀李诞 陶立荣到花亭赏花饮酒 想让他们小夫妻高兴一番 陶立荣坐在一旁面沉似水 一言不发 久过三旬 陶人道 贤婿 现在三岐王和李诞开战 以贤婿高见 哪方能胜 李诞急忙推辞道 小婿年幼无知 不敢安逸天下大事 陶人笑道 都是家里人闲谈 又有何妨 李诞见推不拖 便道 武则天道行逆施 不得民心 听说人家李诞是大唐正宗之子 又有许多忠臣 良将保他 顺乎天意民心 所以李诞必胜 陶人罗虚道 你说的也不无道理 但我说李诞必败 为什么呢 因为李诞现在 被三岐王的万剑火轮牌杀得大败 李诞不破火轮牌 岂能得胜 李诞装着很惊奇的样子道 原来是这样 那李诞必败 陶人得意的说 也不尽燃 要破此牌也不难 只要用我的宝镜 三岐王必败 李诞一听 郑重下怀 故意问道 什么宝镜 陶人笑而不语 从怀中取出一串钥匙道 立荣 领着姑爷 把咱们的女娲玄明镜 取到这里来 让姑爷开开眼 陶立荣很不高兴的拿起钥匙 领着李诞来到一座楼上 陶立荣开了门锁 柜锁 从柜里拿出一个长方盒来 让李诞捧着 李诞和陶立荣回到花亭 陶立荣把钥匙扔到桌上 李诞双手把盒子递给陶人 陶人从盒子里拿出一个镜八尺二 镜面八寸的凸面来 陶人道 贤婿 此镜明日 女娲玄明镜 是为老道赠予我的 只要把镜子对准太阳照在万剑火轮牌上 万剑火轮牌立即起火 李诞没有此宝 休想战胜三棋王 李诞故意道 此宝这么厉害 李诞没有此宝 岂能战胜三棋王 李诞必败 陶人笑道 对了 此宝在咱们家中 别人无从之道 好了 你夫妻二人再把他放回原处 他们来到楼前 陶立荣懒得上楼 把钥匙扔给李诞道 你自己上楼去吧 李诞心中暗道 天助我也 李诞上了楼 偷眼看陶立荣坐在青石上歇息 便急忙打开楼门 走进门去 把盒子放在墙角上 空柜枷锁 李诞把楼门锁好走下楼来 回到花亭把钥匙交给陶人 这时天已不早 陶人让他们回房歇息 陶立荣回到秀楼 李诞在书房装作读书 李诞向王亲 曹彪道 我把宝镜放在楼上的墙角下 你们设法赶快取来 王亲 曹彪悄悄来到楼上 用铁棍而把锁子撬开 顺墙根摸住了镜盒子 把镜子取出 揣在怀里 把空盒仍放在原处 王亲 曹彪回到书房 告诉李诞宝镜 已到手 李诞大喜 命往阮速回汉阳 李诞又去见曹仁夫妇 李诞道 小婿想派我的家人 到泰安山还院 了却这桩心事后 再与小姐原房 陶仁夫妇大喜 命他快派入前往 王亲走后不久 驾逢陶仁过六十大寿 陶仁请来一个戏班子 在府中搭台唱戏 全府上下人都来看戏 胡凤娇看了一会儿戏 觉得百般无聊 站起来走了 李诞一见胡凤娇离去 也无心看戏 偷偷地溜了出来 陶力荣发现 李诞神色不宁 也悄悄地跟了出来 胡凤娇刚回到房中 李诞便跟了进来 李诞告诉他 宝镜己送走 再过几要带他一起离开这里 胡凤娇听后 十分高兴 一下扎到李诞的怀中 正在这时 陶力荣推门进来 见到此情心想 怪不得他对我冷若冰霜 原来他看中了凤娇这个丫鬟 想到这里不由的心头火起 命丫鬟取过鞭子来 陶力荣舞动皮鞭 打得李诞胡风娇遍体是伤 这时陶夫人闻讯赶来 才喊住陶力荣 陶夫人看到这种情景 心里全明白了 他命人把陶力荣扶回秀楼 李诞也趁此机会 留回书房 陶夫人让胡凤娇 站起来回话 胡凤娇刚站起来 忽然有一件东西 从他身上掉在下 陶夫人顺手捡起来一看 知道是非寻常之物 便问胡凤娇 是从哪来的 胡凤娇告诉陶夫人 是他母亲给他的 陶夫人心想 奉奴出身寒门 岂能有此宝物 陶夫人把此物带给陶人看 陶人看罢经道 此乃国宝 名为玉国度 乃是先帝遗留之物 奉奴丫头 岂能有此宝物 陶夫人说 可能是姑爷李国祥送他的 陶人心想 姑爷虽是书香门第 但也不会由此稀释其真 忽然 他想起在花亭时孤夜的一番话 心想 莫非他是汉阳小主李诞 陶人眉头一皱 记上心来 陶人来到李诞书房说 你不必害羞 大丈夫 三房无妾有的事 但丰奴却不行 放低声音道 据丰奴讲 他的丈夫是幼主李诞 等打完仗后 我想把凤奴送到幼主那里 成全他们 陶人向李诞道 我给你另取一切也行 但丰奴却不行 这要犯欺君之罪 李诞见陶人说的真切 便道 我就是李诞 陶人马上拜倒在地道 臣罪该万死 不知殿下驾到 陶人毕恭毕敬道 臣到前厅准备一切 示服殿下与娘娘同行 马赞端水 刚要进书房 听到这番话后 大惊 碎碎出 到马棚牵了一匹马 飞奔汉阳而去 陶人回到前厅 向陶夫人谈了此事 陶夫人大惊 盲命人 请来陶力龙商量此事 徐妈掺着陶力龙 从秀楼来到前厅 陶人把李诞的事 告诉了陶力龙 让他定夺 陶力龙道 爹爹 您要立功 就把李诞献到 泽天皇帝那里 您要放了李诞 可别忘了我哥哥 在泽天手下当总兵 他岂能容您 徐妈跪道 道 您和李诞 可是夫妻呀 常言道 一日夫妻百日恩 陶力龙怒道 你修多嘴 他和我 根本没夫妻之情 陶人见女儿心已定 便命人 把李诞 胡凤娇 绑来 胡凤娇 有些害怕 李诞却很坦然 道 陶小姐 我在通州 先招下了凤娇 来此并无和小姐定亲之意 是专为宝敬而来 如小姐不计前仇 我李诞 绝非薄情之人 陶力龙冷笑道 现在你看见我了 还是找你的凤丰娇去吧 陶人见事迹如此 命人把李诞拿下 当夜 陶人把向周太府 请到府中 太府见事官重大 命人把李诞夫妇打入囚车 又派俩人给三岐王送信 请他派兵押送李诞进京 却说王亲得到保镜后 火速来到汉阳 马周一见保镜到手 十分高兴 可是又十分担忧李诞的安全 正在这时 有兵进来查报 李诚业又来叫战 马周分父王亲拿着女娲玄冥镜 到城头观战 如李诚业用万剑火轮牌时 可用玄冥镜烧他的万剑火轮牌 马周说罢 提刀上马 出城迎战 两军对垒 李诚业要马周献出礼弹 投降武则天 马周大怒 举刀直批李诚业 俩人站在一处 没站几个回合 李诚业故意败走 马周紧追不放 来到阵前 李诚业叫声放剑 只见从万剑火轮牌里 发出无数的小剑 马周喊声收兵 大队人马转身向城里跑去 站在城头上的亡软 此时早把玄冥镜对准太阳 照在万剑火轮牌上 顿时 万剑火轮牌冒起青烟 时间不大 万剑火轮牌烟腾火燎的散了架 李诚业大惊 马周见时机已到 率三军又冲出城来 周兵大败 杀退李诚业后 马周让申婉兰去接李诚回来 申婉兰带着王亲和他的儿子王文龙 曹彪的儿子曹文虎 率兵三千向向周进发 申婉兰正率兵行进 呼见曹彪风尘仆扑扑而来 曹彪把李诚向曹人说的一番话 告诉了申免兰 申婉兰大惊 料定李诚凶多吉少 命对物飞速进发 他们没走多远 又见俩人飞驰而来 被王文龙曹文虎劫住 那俩人问两员小将 可是李诚业的人吗 两员小将随机应变 说正是李诚业的人吗 原来 这俩人正是陶人派出给李诚业送信的人 这俩人见来的正是三齐王的人马 忙把陶人给兰齐王的信掏出来 交给两员小将 两员小将把信交给申婉兰 申婉兰看完大吃一惊 问道 又主李诞县在哪里 那俩人说县已压在狱中 申婉兰命人把两个下属人绑起来 王亲曹彪向申婉兰道 申娘娘 我们就来个错中错 冒充周兵去教城 进城后 您去拿陶人一家 我们到狱中搭救殿下 申婉兰认为这样最好 申婉兰率队来到象周城时 天色已晚 众兵丁大叫开城 太守之道后 忙把曹人请到城楼 陶人心想 我的两个家人 为何这般神速请来兵马 唐兵用刀捅着下属人的后腰道 快上前喊话 说错一句 小心苟命 那俩人大声喊道 陶大人 我们半路上 恰巧碰上三骑王的人马 所以 一起回来 您快开城门 陶人听出 是自己家人的声音 却信是三骑王的兵马到了 便请太守开城迎接 王亲曹彪进德城来 先把太守和陶人拿下 然后直奔太守衙门救李旦 深挽兰带着王文龙 曹文虎去陶府捉人 不多时 王亲 曹彪把李旦夫妻 接到太守大堂之上 陶府全家也被捆来 李旦见徐妈母子也被绑起 命人给他们松绑 请徐妈落座 徐妈对李旦说 陶人夫妇对你不错 不要杀他们老夫妻 李旦答应 便放陶人夫妇 远方谋生 命陶立荣三脚费命 向周太守 下得体弱筛康 苦苦求饶 口口声声 愿归在堂 王亲 曹彪 命太守 好好护卫向周 遂派兵 镇守向周 太守仍居原职 申晚兰又让徐妈母子 接收了陶府的全部财产 然后请胡凤娇更衣 准备返回汉阳 申晚兰诸事办妥后 再找李旦 已不见李旦踪影 有一中军禀告 殿下带着王文龙 曹文胡两员小将化妆骑马而去 请您护送胡娘娘先回汉阳 殿下随后就到 申晚兰心急如焚 问胡凤娇 李旦能去哪里 胡凤娇道 我母在灵州崔宅 我表姐夫在通州 王亲道 殿下必去接国太去了 我和曹彪前去通州接驾 申晚兰允许 原来 李旦乘申晚兰等人 忙乱之际 带着王文龙 曹文虎 乔装改办离开向州 向通州而去 他们来到通州 正在街上行走 李旦忽见十几个人 拥着一个公子 从对面走来 正是马迪 李旦吩咐王文龙 曹文虎 不管出了什么事 你二人万 不可多嘴多舌 马迪早已发现李旦 便高声喊道 好小子尽兴 就是为了你 胡凤娇才不肯 嫁给我 给我拿下 众恶仆 上前捉住李旦 两员小将 见李旦不发话 也不敢动手 被人捆起来 马迪把李旦等人 带到自己府中后花园 吊在树上 马迪骂道 好小子 今天我要报对师 赛剑之仇 夺胡凤娇之恨 说着 轮边便打 李旦低头不语 任凭马迪抽打 王文龙 曹文虎 见右主一言不发 感到莫名其妙 马迪打多时 把鞭子一扔到 吊着他们 我先喝点酒 歇一歇 说罢领着众家人离去 马迪走后 有一老妇人走了进来 老妇人认出是进兴 盲问是怎么回事 李旦道 您快去告诉我 表姐夫陈进 让她设法救我 原来 这位老妇人 正是杨秀娘 她奉胡发夫妇之命 来看胡英娇 无意中碰到了李旦 杨秀娘一路紧走 来到陈进家中 杨秀娘向陈进夫妇 说明来意 陈进道 进兴和马迪是对师赛剑记下的仇 不妨是我去看看 说罢拿了些银两和杨秀娘出了门 陈进来到马府向马迪要人 他向马迪说 进兴的叔父是个总兵 你父亲也是个总兵 同在一殿称臣 别为这点事闹出事端来 更何况我们都是亲城呢 马迪听罢也有些胆怯 便向陈进要了五十两银子 才把李旦等三人交给陈进 陈进把李旦等人接回家中 李旦向陈进夫妇道 我被叔父派来的人接走后 染了一场大病 又赶上李旦和李承夜开仗 因此来迟 此次来 请您和我到灵州接我岳母 陈进答应 次日 李旦和陈进等人离开通州 直奔灵州催宅而来 非一日 他们来到崔宅 李旦递上名片 陈进答应 闻大娘见名片上写着子婿百败 又惊又喜 说道 看来尽兴没死 崔文德有些心慌 闻大娘让他先回避一下 李旦进来向岳母请安道 岳母大人 小婿此次来世 接您和凤娇到我叔父那里 闻大娘掉泪道 哎 凤娇已投江一死 我也不能跟你去了 正在这时 有一家丁进来报道 现有一女将进府 要找汉阳小主李旦 话音未落 申婉兰已进了府中 申婉兰见李旦后 上前失礼 口称幼主殿下 闻大娘有些摸不住头脑 一问方知 自己的女婿进兴 就是幼主李旦 更高兴的是 女儿胡凤娇未死 现已在汉阳 这时崔文德 倒绑双手进来请罪 李旦给他松绑道 以凶何罪之友 一切小王祥之 我此番来 就是专程接你们的 李旦下令 抄了马迪的架 把马迪 张 李二尼 与妈 推出斩首 把马迪的家园 赐予老家人 胡玩 把狐发夫妇 发配边塞 闻大娘 现已成为国太 申婉兰 王亲 曹彪拥着国太的龙凤年 向汉阳进发 李旦一回到汉阳 马州大喜 选良辰吉日 为李旦和郑公娘娘 胡凤娇 东公娘娘 申婉兰 双败花堂 从此 李旦的人马 日渐增多 李旦在汉阳 积草屯粮 操练兵马 要和武则天决一死战 预知后续故事 请看下集